花莲县消防局派遣锦销特搜队同仁 将前往新加坡参加民房学院特总搜救专业训练的课程 而县长徐正卫16号清零花莲县消防局 Tim参训的人员授旗 而且未免辛苦的参训人员 并预祝他们训练圆满顺利 新加坡民房学院是民房部队主要的训练机构 该学院致力于民房领域的专业化培训 内容涵盖灾害管理 灾防救灾救护城市收救等多种培训课程 县长徐正卫在授旗时表示 感谢所有的特收伙伴 不断精进各项的专业救灾救护技能 在救援的第一线或许储目惊心 然而在107年的时候106年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有规划到欧洲去做长隧道的训练 长隧道训练 是那时候吗 107年 对吧 107 年 106 年 我们成立特收队 12 月成立特收队 107 年 去做长隧道的训练 因应我们人工隧道 和人隧道的通行的部分 以及我们的苏花改革长隧道 所以我们到欧洲去训练 长隧道的训练 而在107年 0206 在特收队也发挥了很大很大的力量 因此 我们也成立了这个第二级特收队 所以在这里 真会要感谢我们所有的特收的伙伴 不断的在长训 以及精进自己特收 另外对于体能体能的训练 以不断的加强 如何正确的去判断 需要经验的累积 在0206地震时 发挥强大的力量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